坐观瞳 第36章 消失的两魂 歪脖子说完这话后 拱着腰抬着头 然后神色紧张地四处张望 他这动作看在我眼里 有些滑稽和不解 有必要这么小心吗 那不成那个人还能无时无刻不在 显然我这表情被歪脖子看见 他快步走到我身前 在我左耳旁轻轻地说 你别小看刘先生 他的恐怖你还不了解 等你了解了才会晓得 是啊 刘先生我确实没有了解 在这事以前 我自以为已经了解他七七八八 不过当这事发生后 我发现自己的以为是多么可笑 想着我觉有些心寒 于是摇了摇头 将这事情甩到一边问歪脖子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这话说刚说完 歪脖子供着的身 猛的一颤 那样子就像杨巅峰突然发作般 然后眼中满是恐惧地对我说 还是去你家里说吧 我觉得整个村子就你家安全点 歪脖子莫名其妙说出这话 让我很是惊讶 为什么他觉得我家安全点 而且父亲走之前也告诫我 如果有可能就一直在家 别出去了 那么我家为什么会安全 想到这里我有些抱怨父亲 抱怨他为什么要瞒着我 我带着歪脖子一拳一拐地走到屋子前 打那扇许久未开的门 屋子里空荡荡的 门外清冷的月光照在里面 映出屋中那些老旧的家具 此时家中只有母亲一人 不过他住在另外一边想来已经睡了 我带着歪脖子来到以前爷爷和我睡的房间 房间里漆黑不见五指 我凭借着对屋子的熟悉 找出一盏没有灯点燃 微弱的灯光亮起 一闪一闪地照在我们两个人脸上 我先是照了些家中被用的药浆伤口包扎上 然后想去煮着东西来吃 不过当我掀开家中的铁锅时 锅里居然留有饭菜 还是还冒着热气 看着锅中冒着热气的饭菜 我眼睛有些湿润 看着母亲所在的房间 歪脖子在进来后 原本的那种不安似乎放下了 弓着的身子也挺直 加之他那歪脖子已经纠正 我问他吃饭了没有 他摇摇头 于是我叫他过来一块吃点 饭菜依旧是以前那种味道 但家却没有以前的那种温馨 饭后我和歪脖子坐在自己的床前 我有许多问他想问他 问他那晚发生了什么 问他为什么装疯 问他的脖子是怎么回事 问他我家为什么安全些 这一切的一切我都想问 只不过这些问题一时间全都冒出 以至于无从开口 只有等他说话 歪脖子看着沉默的我 过了很久才缓缓开口 姚娃子你知道我那晚看见啥了吗 我听他这么说 突然想起张屠夫和我说的 就有些不确定的回答说 刘先生 李大葵无头的尸体 只见我这么一说 歪脖子的脸顺时变得惨白惨白 他眼睛睁得老大 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眼神 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 难不成当时你也在场 我摇摇头将张屠夫和我说的跟他说了一次 只不过有些我没说 比如那位中医药的事情 比如父亲的事情 因为我不知道歪脖子此时到底是什么想法 不知道他找我的目的 虽然以前他对我很好 但这些天来的一切 让我都明白一个道理 人心隔肚皮 你永远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不过我又细细一想 张屠夫和我说的事情 是在他们前一天发生 按理说他应该不知道啊 不过现在看他这表情难不成 想到这里我看着歪脖子 脑海中一个惊人的想法浮现 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侵蚀我全身 歪脖子见我这样看着 他点点头咽了口吐沫说 我不知道第一天的斜脚印 到底是不是刘先生 可是在我们三人首夜的那天 我却看见刘先生在做法 歪脖子说着 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和我慢慢说来 那天晚上他和马大苗 陈寡妇三人首灵 说是首灵 其实也就是待在李大魁家而已 对于这事情 他们本来有些忌讳 毕竟已经下葬的人 又重新再挖出来 怎么看也是不好的事情 特别还是这么一个 死相非常惨的人 在那天夜里 马大苗皆把这说 要轮流首夜 说让歪脖子守第一轮 面对这提议他没有反对 因为当年的事情 导致他在村民面前抬不起头 好在他也习惯 当来到夜里 差不多十二点多 村里人基本都睡了时 按照马大苗所说 应该轮到他守夜 于是他就去叫马大苗 可马大苗什么人 全然一个二流子地痞无赖 是那种欺软怕硬的人 本来全村人都看不起的歪脖子 在他面前还不是一个软柿子 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所以他结巴地对着歪脖子吼道 阁老子 记 继续守 守 守着 现在是你熟 熟 熟罪的时候 小 小 的不 他这话说完 带着一脸凶恶 歪脖子 见这样也知道 马大苗这人 就是这性格 所以也就闷着不肯生 想着熬一夜 也就这么大的事 不过他被马大苗的话 说得很气 你说守就守 干嘛要提以前的事情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接短 马大苗这说的话 明显是赤裸裸的打脸 所以他想着你们睡你们的 我睡我的反应 你也不知道 俗话说人有三级 歪脖子在睡下没多久 就别尿憋着 于是迷迷糊糊去了趟茅房 不过好在有着泡尿 否则现在的他估计和马大苗他们一样了 放水后他迷迷糊糊的往李大葵家里走着 不过当他刚走到外面 突然发现里面居然多了两个人 这突然多出的两个人 这让他顿时一惊 将迷糊的睡意惊醒 他忙躲在门外偷看 原本他以为是马大苗和陈寡妇醒来 看自己不在 在哪里转悠 不过当他看清里面的人后 猛的抽了口冷气 差点将他呛死 只见站着他面前不是马大苗 他们是刘先生 而且在刘先生背后的还站着无头的李大葵 李大葵直挺挺地站在院中 在他眼前的刘先生则将香烛祭品摆好 似乎想要做法 刘先生将所有的东西准备好 然后嘴中慢慢念叨着什么 就在这念叨中 歪脖子居然看见李大葵的尸体自己走动 这让在外面偷看的他吓得浑身颤抖 他是在上山下乡来到村子里的 虽然在村子里生活了一二十年 但思想还停格在外面 对于神鬼之事 虽然这些年来听过许多 但从未见过 不过现在 他可是亲眼看见这死事翻身 这让他如何能不害怕 歪脖子战战兢兢地在外面看着里面的一切 直到里面刘先生停了下来 然后走到熟睡的马大苗和陈寡妇身前 轻轻地用手一抓 然后收拾好东西往外面走 这吓得在外面偷看的歪脖子 头也不回地往黑夜深处跑去 这一跑就是天明 当再次走进李大葵家中后 他惊恐地发现李大葵的尸体不见了 连通一起的还有马大苗和陈寡妇两人的昏迷 他们两个不管歪脖子 用什么方法都叫不醒他们 他一个人茫然地看着这一切 他知道等天明后 村里的人一定会发现 如果他说出实情 估计还没逮住刘先生 自己可能会被烧死 所以他集中生智 把自己装疯 接着才有了我们来时看见的那一幕 听他说完 我陷入沉思中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指向刘先生 所有的一切由不得我不相信 突然我又想起 他怎么说只有我家安全点 于是就问他 为什么说 只有我家安全些 歪脖子听了我的话 原本还紧张的表情 瞬间变得有些奇怪的 看着我问 你没发现吗 虽然村子里最近发生的一切 刚开始时和你家有关系 不过后面的事情 和你家一点事都没有 你不觉得奇怪吗 他说到这里 眼中露出羡慕的表情 但这表情看在我眼中 却很是讽刺 这就是他说安全的理由 我家现在已经支离破碎 母亲整日在家不出 父亲不知到底去哪里 爷爷最开始已经被自己活埋 我整日在这漩涡中 难不成这些都不是事情 这都和那些无关 坐观瞳 15 第37章 母亲的伪装 一是深夜 房间中一盏昏黄的煤油灯 呼善呼善 歪脖子在说完后就已经离去 我曾挽留他 让他在这歇息 但他摇摇头说 摇娃子 我还得继续装疯 否则会被怀疑 说完不敢逗留半课 就走了 我一个人静静地依偎在床头 看着眼前的黑暗 心里五味杂陈 歪脖子的话 让我久久不能入睡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那么算计我家的人 一定就是刘先生 可是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曾记得 我们第一次去点灯时 我记得母亲被赴身时 我记得那天 小夕边和我所说 我记得他 曾要带我出去 我将这段时候 和刘先生所有的事情 都回想一遍 想着想着我 进入梦乡 这一觉 我睡得很死 还是第二天 有人叫我才醒来 睁开眼一张熟悉的脸 映入眼帘 看着他 我有些不知所措 最后还是舔了舔 干燥的嘴唇 叫了声 娘 站在我床前的正是母亲 她听我叫她 点了点头说 你这孩子 吃饭了还在睡 快点吃饭 听着母亲这熟悉的话语 我心里感慨万千 这话我感觉 已经很久没听见过 自从在爷爷将自己活埋后 似乎母亲就没有叫我 不过更多的是 没时间叫我 看着母亲熟悉略带微笑的脸 我点点头 堂屋的门依旧没有打开 但升起朝阳 从门上上的窗户射近 还是能看清里面的一切 堂屋中摆着一张满是油垢的桌子 上面摆在四个碗筷 母亲还是坐在以前的位置 坐着以前的活 给四个碗筷已经剩满饭 只等着人落座吃饭 我坐在母亲一旁 这是我以前坐的位置 记得以前每次吃饭时 我都想坐在爷爷的位置上 可每次都会母亲一顿臭骂 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爷爷和父亲的位置空荡荡的 只要我想坐 就能坐上去 可供饭是在我们这里 一习俗 说的是老人过后 每餐饭前要供奉仙人 这习俗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不过因地域不同 其供饭的时间长短不同 有的是七天 有的是四十九天 我们这里则是三年 吃饭时 母亲给爷爷供饭 我不惊讶 可桌子还多了一只碗 上面依旧添着饭 这让我很是难问 想着我家还要供谁的饭 于是就问母亲 娘 这碗饭是谁的 母亲看了我一眼 笑了笑说 你父亲的 父亲 父亲不是还没死吗 为什么要供饭 我有些不解的看着母亲 母亲依旧是那个微笑 只不过这次 我却发现她笑的时候 嘴角抽搐了一下 你父亲回不来了 你全当她死了 母亲这话说的 不带任何感情 仿佛在说这一件 和自己无关的是一样 但那抽搐的嘴角 已经出卖她 我没有说话 而是静静地看着母亲 她被我这样看着 先是有些不适应 微笑的嘴角 不停抽搐 然后那小龙收脸 瞪着看着我 呵斥着说 你是不是 也不听话 娘的话了是不 我说你父亲死了 她就死了 她这话说得很快 语调有些激动 说完后眼睛 似乎上了雾气 看着母亲这模样 我再也忍不住 一把抱住她 娘 别逞强了 母亲被我抱着 原本的坚强 原本的无所谓 原本的不在乎 在一刻 全都分崩瓦解 剩下的只有哭泣 无声的哭泣 是的 她只是一个妇人 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妇人 面对这一切的一切 她有什么办法 她没有办法 她只有这样 假装坚强 假装无所谓 将心中锁的悲伤深藏 母亲的哭声 听在我心中 让我很心疼 哭声持续很久很久 在这期间 我告她父亲的事 告诉她 我会把父亲带回来 哭声直至饭菜快凉时 母亲才抹去眼角的泪水 对我我说 娃子 快吃饭吧 饭菜都凉了 我们娘俩吃着桌上已经凉了的饭菜 相顾无言 这顿饭吃了很久 吃完后 我告诉母亲 我要出去 母亲看着我一脸的坚决 没有说什么 只是对我说 娃儿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如果在外面受了委屈 那里回来 我点头答应着 打开门 晨起的朝阳照在我脸上 我打算去将这所有的事情做个了解 去找到刘先生去问个明白 但在之前 得问问唐叔 问问他到底走到刘先生没有 走村中的青石板路上 路上没有一个行人 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路上 到唐叔家时 我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门口抽烟 烟头已经落了一地 他整个人也很是憔悴的样子 不过他看见我 立马将手中的烟头给丢了 快步跑到我面前 双手抓住我的胳膊问 姚娃子 你没事 他抓我的手有点重 以至于我疼得我想叫 不过当我看着他那双 满是黑眼圈的眼睛 以及一脸的疲惫 我还是忍住 笑着点点头 你昨天去哪里了 怎么眨眼就不见了唐叔 可能也发现我的一样 松开抓住我胳膊的手说 我昨天一不小心迷路了 到天黑才走出来 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只不听这挠头 是因为自己对唐叔说谎 而不好意思 哎呀 你说你是不是傻 下去帮个忙都能走丢 你咋这么厉害 唐叔听了我的话也没多想 只是呕了一声 然后就带着我家里去 不过刚走就听见屋子里 苏寻的嘲笑声 接着他从里面走了出来 不过刚走出来 我就忍不住笑了 只见原本那个穿着朴素装 有着大辫子的外面姑娘 此时活生生的变成一个村姑 她原本朴素 却不失精致的衣服 变成一个麻布袍子 原本的辫子也被解开 变成一头披肩长发 只不过没变的是 她那双亮晶晶的大眼睛 和两个浅浅的酒窝 她见我笑 有些恼火地问我 好笑不 我点点头 却没想着点头 让我遭受无往之灾 我被打了 我居然被一个妮子给打了 最恼火的是我 面对她的打 居然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我还是说 自己受伤了 她才助手 我盯着头上的包 有些埋怨地看着唐叔说 唐叔 你为什么不帮帮我 你侄子这样被人打 你真的不管吗 唐叔双手一摊 做出一副无奈的表情说 我没看见 什么都没看见 这话说得我牙直痒痒 不过我也不好说啥 而且我来找她 是有正事 于是我问她 唐叔 刘先生找到了吗 唐叔听我这么说 先是一愣 然后一脸愁容地摇摇头回答说 没有 昨天你不见后 我就没有去找她 哎 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 听着唐叔的话 我很是不解 刘先生没有回来 那她会去哪里 难不成她出去了 不 不 如果她是算计这一切的人 怎么会出去 但如果不是出去了 那她会去哪里 正当我想着刘先生到底会去哪里时 一旁的唐叔叫了我一声 摇娃子 你在想什么 哦 没什么 那个唐叔 你知道那人间风筝是谁写吗 被唐叔这么说 我从沉思中醒了过来 连忙找了个借口 搪塞着 唐叔听我这样说 他的脸顿时沉了下来 然后从身后掏出两张纸来 一张正是人脸风筝 还有一张居然是黄符纸 看着他掏出的两样东西 我有些不明白地问 唐叔 你这是什么意思 唐叔没有回答我 而是将两张东西摊开 指着上面的字说 你自己看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上面两张纸都写着字 人脸风筝上面写的 小心身边的人 黄符纸写的 则是些鬼话符之类的 看上面的符的纹路 我居然还有些眼熟 不过我还是不懂 唐叔给我这两张纸的原因 不过好在一旁 气呼呼地苏寻说了 你还真是个目语脑壳 唐叔让你看的是 两张纸的字迹 你没发现这两张纸的字迹 很像吗 听他这么一说 我还真有些觉得 不过我自己大字都不识几个 怎么能分得这些出 所以只能挠了挠头说 你这样说 我还真有点觉得 不过按你们这样说说 那这人脸风筝是刘先生放的 唐叔和苏寻都没有说话 但他们脸上的表情 却告诉我一切 做官童 15 第38章 牛房里的眼睛 看着唐叔和苏寻脸上表情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人脸风筝上的字迹 和黄符纸上的字迹 相同 不就说明那天给我提示的正是刘先生 但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而且这黄符纸 我似乎在哪里见过 想到这里 我就问唐叔 这黄符是哪里来的 唐叔看了我一眼 表情有些复杂的说 在李大奎棺材里剪的 李大奎棺材里 李大奎棺材里 我默默念叨着 念着念着脑中 闪过一幅画面 黄符正观 对就是那张符 那张当初被用来镇压 李大奎棺材的符 刘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我有些不明白的看着唐叔 想问问他知道些什么吗 只是他摇摇头 显然他也不明白 这一切算什么 不过我心里有个设想 假如是刘先生想提醒我 那么怎么张图夫和歪脖子 说的又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有两个刘先生 一个在一直帮助我 一个一直在暗中算计 想到这里 我不禁为我这可笑的念头 摇头否定 这世上哪里有两个 一模一样的人 见刘先生踪迹无果 我就问唐叔 昨天草丛里发生了什么 他听我这么问 用哭笑不得的眼神 看着我说 野猪 当时从草丛里冲出了一只野猪 还好你那声提醒 否则我还真的着了那畜生的道 听着唐叔这话 我有些忍不住笑了 他昨天居然让野猪拱了 不过这小声 在最后唐叔那威胁下 我选择闭嘴强忍着 唐叔看着实在憋得难受 只是无奈地摇摇头 问我吃过饭了没 我点头说吃过了 他问我还要不要吃点 我白手说 我想去再找找刘先生 他没有说话 只是点点头打了个哈欠 看着他那一脸的疲惫 我让他去歇息歇息 他只是点点头说知道的 然后我转身向着村里走去 一个人低头走着 一边走一边想着 刘先生的事情 不过走着 走着我哀悠一声 连忙捂住自己的额头 因为我居然撞到一棵树上 而且这撞的地方 正是苏寻这妮子揍的地方 这伤上加伤 让我心中生起无名火 抬腿一脚踢在那树上 不过我这刚踢 我就看见自己所在的地方 心中刚冒起的怒火 瞬间被恐惧浇灭 只见在我眼前出现一座 由土转弃成的房子 房子是用茅草盖顶 房的门大开 但里面很黑很黑 看不见有什么 房子前周围被杂草荆棘围着 看上去没有一丝活人的气息 牛房 这两字突然冒起在我脑中 我居然不觉间走到牛房前 看着黑洞洞牛房里面 我竟生起一种再次走进去的冲动 就好似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 我踩着地上的绿草 包开一旁的荆棘 慢慢地慢慢地往里面走去 此时的我如同梦魇般 全然不知道自己在干啥 就在我即将走进这阴暗且恐怖禁地时 我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喊 摇娃子 你在干嘛 我被这突然的声音一惊 从这梦魇般的状态中醒来 心有余悸地看着自己 只见我现在已经一只脚里踩在牛房里 另外一只也快抬起脚步 就要跟着踩进去 此时的我可以说真的离牛房禁地 只有一步之遥 脑中回想起我刚刚的一切 吓得我大叫一声 连忙往外面跑 一直跑到声音的来源 声音是苏玄喊的 他看着一脸惊恐的我 眼神中带着玩味地说 摇娃子 你干嘛 一惊一乍的莫非大白天 你见鬼了 我急促地呼吸着 有些后怕地看向身后的牛房 不自觉地咽了口吐沫 声音有些颤抖地说 这比见鬼还恐怖 如果刚刚不是你提醒 估计我再也出不来了 苏巡听我这么说 先是一愣随后一双 亮晶晶的眼睛中充满狂热 小脸也仗得通红 两个浅浅的酒窝显现 他一把抓住 我得手激动地问 你说的这里 莫非是你们村里第二禁地 牛房 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他这一脸的激动 看得我小脸一黑 想着这啥人 为什么每次别人认为恐怖的事情 他都会认为有趣 还总是想去看看 真不知道他这样的性格 是怎么长大的 不 我就不去了 要去你自己去吧 我还不想死 我连忙摇头 想着我才不跟你去疯 去又不会死 上次你不是进去了 还不是没事 而且这次如果不是我叫你 你又去了 他见我摇头 立马绷着张小脸 两只娇嫩 得小手握成拳头 一副威胁我的样子 不去 上次是巧合 这次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今天 你就算打死我也不去 尽管今天早上 我知道他的厉害 但让我再去这牛房 我是真的没有这个胆 好吧 你这胆小鬼就知道你不会去 他尽管很想让我去 不过看我这样子 估计也不会听他的 所以也就不再强求我 我看他打消这念头 我心中也常舒口气 因为我真怕他头脑一热 将我拖进里面 哦 还有刚刚堂叔让我来找你 他说让你李家婶子 哪里看看会在哪里的人 怎样了 说完他鄙视的 看我一眼 憋着气呼呼的嘴 头也不回地走向小溪边 我跟在他的身后 不敢出声 不过就在我 即将离开牛房的时候 往哪里看了一眼 看了牛房 黑暗的深处一眼 不知是不是错觉 我似乎看见在 那牛房深处的黑暗中 看见一双眼睛 正死死地看着我 自从昨天那群村民 不知怎么跪在哪里后 就一直没有起来 他们的媳妇也全都陪在哪里 我昨晚回来的时候 看见小溪边的火光 就是他们打着火把 在哪里守候着 当我来到小溪前 看着哪里的景象时 我不住的傻眼了 只见此时这里的场面 哪里还有昨天半点样子 完完全全就变成一个闹市 只见在坟头一片的地方 已经搭了一个黑色的棚子 那棚子里跪着一群村民 他们和昨天没多大的变化 不过让我傻眼的是 那些陪在哪里的大神 居然全都坐在棚子下的桌子前 聊天的聊天 吃东西的吃东西 甚至还有些人在打字牌 完全还有一丝悲伤诡异的气氛 如果不是哪里 还摆着一幅棺材 和跪在地上的村民 这和闹市真的无二 我指着那些大神 目瞪口呆地问苏巡 这是怎么回事 苏巡面色古怪地看我一眼 过了好一会才开口 彭子是怕那些跪着的人 被烈日撒干 那些桌子椅子则是 那些大神自己班的 用他们的话来说 反正现在没啥事 这样守着还不是守着 不如让自己舒服点 啊 我阿可一生 表情也有些奇怪 因为这实在不知 让人怎么说才好 实在是这些大神们 实在太能搞事 不过他们想过 自家的男人没有 想到这里 我又问 那些跪地的村民 有没有什么异样 苏巡听我这话 只是指着哪里对我说 他们身上的阴气越来越重 其他的还是你自己去看吧 中国道家讲究的是阴阳平衡 人体也就是一个大的阴阳 不过当一个人体内的阴阳平衡 被打破时 就会发生一些 诡异不可预料的事情 比如如果一个人阴气太生 阳气不足 就会看见些不干净的东西 反之阳气太足 就会导致人体精力过剩 有的甚至会直接被自己体内的阳火 给烧死 此时苏巡说 他们身上的阴气越来越重 我不知道是重到什么程度 不过看其样子 估计不会太好 走到小溪前 穿过那如闹事般 大婶大妈的地方 走到跪在村民的地方前 看着那些人 不过这一看我吓得 直接倒退好几步 只见在那些跪在地上的人 脸色全都变得铁青铁青 一双眼中变得臃肿伏大 嘴唇也紫青紫青的 那样子如同一个将死之人一样 作观童 第39章 鬼林子 紫青的脸 囊肿的眼睛 泛白的眼人 瘀青的嘴唇 全身干枯的头发 跪在地上的十四个人 全部都是这幅模样 他们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也看不出任何表情 只是如傻子般跪在地上 跪着前面李婶的棺材 看着跪着他们 我有些害怕 如果这不是苏巡说过 他们还活着 那么我一定会认为他们已经死了 因为眼前的他们脸上的表情和死人无异 甚至比死人的更加难看 李婶的棺材依旧在那些坑中 我深吸口气 绕过这群如火死人般的村民 走到到李婶的棺材前 李婶的棺材已经崩开 露出他那副黑漆大棺材 棺材是在红土坑中 此时在这黑色的棚中 看着里面红黑相间的棺材和坑坑 心中的害怕更加强烈 李婶的棺材已经掀开 露出里面的李婶 他依旧躺在里面 穿着那身黑青黑色的手衣 戴着一顶兽帽 脸被一张黑纸盖着 不过放在腹部得手 也如李大葵那般 指甲疯狂长着 他脸上的纸 是在上山前给遮上的 用我们这里的说法就是 他死时被毁容眉脸 见列祖列宗 所以必须要用黑纸 遮住不能掀开 这么做的寓意 就是让他不必面对祖宗 而且投胎转世后 不会因这一世的毁容而被影响 这种类似的习俗 我们这边有许多 比如人死的时候 必须捡一个鸡蛋 然后放在死者嘴里 这样其子嗣去看的时候 就不会被人死前残留的怨气所冲 不过这鸡蛋 必须在上山的时候给掀开 否则下辈子会变成哑巴 看着棺材里的李沈 想起以前他对我的种种 心里有些莫名的感慨 此时的他已经是一具尸体 甚至可以说是一具死了都不安宁的尸体 在我感慨时苏巡也来到我身旁 站在我一旁 看着里面的李沈说 死而不服 又是一具死而不服的僵尸 真不知道他们夫妻将为啥都这样 死了之后尸体都没有腐烂 摇娃子难不成 你们这里的尸体都不会腐烂 听苏巡这样说 我才意识到 躺在棺材中的李沈尸体 真的没有腐烂的迹象 一般的尸体在这大热天里 两三天就会发出一个腐臭味 我记得以前村里有个光棍过世 村里的老人为他合了八字 必须在家停灵七天 但那又是如火的七月 所以尸体没过两天 灵堂里就弥漫着一股死尸的腐臭 弄得没有人愿意帮他守灵 等到上山那天彻底封关的时 那封关的人看着里面的光棍 直接呕吐出来 因为里面那脸烂得 如一张柔皱的纸一般 而且上面还有躯在爬洞 可现在躺在里面的李沈 最少说也有五六天了 而且还已经入土下葬过 但身上一点腐烂的痕迹都没有 这又是为什么 我转头看着一旁的苏巡 他见我这样看着 皱着绣眉摇头说 这事我也不怎么清楚 虽然他的尸体没有腐烂 但我却没有在他身上 发现一点怨气 一般尸体没有腐烂的 都称之为僵尸 这些僵尸无一不是 最后一口气没有断 保留在喉咙处 而也是这口气 让其三魂七魄 不能全部离体 所以肉身才不服 这口气懂门道的人 把他叫做怨气 意味着这人死前 有怨未消 苏巡在一旁说这些 这些事情我从来没听过 虽然我知道他不简单 而且极有可能 还有双阴阳眼 但他一个小女孩 哪里懂这么多 难不成他身体里 还装着个老妖婆 想到这里 我好奇地盯着他看着说 你懂这么多 那你有没有办法 让这里的人 全都恢复过来 苏巡见我 盯着他一直看 直接朝我翻了个白眼说 我又不是阴阳先生 就算我知道办法 但也要清楚 他有什么愿 只要知道 他有什么愿 一般只要将他的愿解决 就可以 不过你知道 他求的是什么事吗 听苏巡这么说 我摇了摇头 想着我哪里小的 他有什么愿 如果真要算有 我估计可能是 他死不瞑目 不甘心这么死 如果真是这样 难不成还要我去帮他 把凶手找到 先不说能不能找到 就算找到 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但唐叔让我 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我突然想起 这么个问题 就问苏巡 唐叔让我来这里 到底是干嘛 这事情我又解决不了 苏巡撅着嘴 撇我一眼说 我怎么知道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就去问问你唐叔了 听他这样说 我苦笑着摇摇头 问唐叔 我看还是算了 既然来了 也就当看看 在离审关前 待了一会 打算转身 打算离开 不过我刚走没几步 就感觉自己得脚 突然被人一把抓住 这突然抓住我得脚 弄得我身体失衡一个不稳 差点摔到 等我稳住身形后 低头看着抓自己的脚是谁 不过当我低头时 突然和一双眼睛对视着 看着那对视的眼睛 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恐惧 那是一双充满怨毒的眼睛 从那眼睛中似乎能看出 眼睛的主人恨不得吃了我 嘶 我倒抽口冷气 因为这眼神 居然和以前离审 看我时的一模一样 不过此时 并属于离审 而是瞪二狗的 只见他抓住我的腿 眼神怨毒地看着我 被他这样看着 我想要正开 但他抓着我腿的手 犹如铁钱般 死死地抓着我 让我正开不了 一旁的苏巡 也发现我这异状 回头一看 急忙到我身前 蹲下身帮着我 去搬邓二狗的手 可即使我们两个 用尽力气 也没办法 你们两个娃子 在干嘛 就在此时 我们两个 用力搬的时候 邓二狗 他媳妇的声音响起 他见我们 蹲在他男人身边 以为想做什么 对他男人不利的事情 就急匆匆地 走到我身旁 不过当他看见 抓住我脚的手时 一时间愣住 不过等他反应过时 脸上的表情 喜形于色 一股烟 跑到他男人身边 一把抓住 邓二狗 用力不断地摇晃着 嘴上还不住地叫着 二狗 二狗 但不管他怎么摇晃 邓二狗 依旧没有醒过来 只是抓着我脚的手 更加用力 似乎想要用手 把我的脚扭断 疼得我 直咧嘴 看着他 还在不断地摇晃 痛得受不了的 我就对 邓二狗 媳妇说 大婶 可不可以 先把邓叔的手 拿开 这抓的我 实在受不了 可我这话 不说还好 一说他那一股子气 就似乎找到 发泄的喧口 直接从地上 站起来 指着我鼻子 扯开嗓子 破口骂道 你个扫把星 如果不是你 村子里 怎么会出这么多事 你个外星 你家就是因为你 才变成这样 现在到好自己家 祸害完了 现在就来祸害村里人 他这话 越说越离谱 也越说越激动 以至于吐沫横 飞溅了我一脸 他越骂我的脸就越黑 不过我没有说什么 只是自顾自 继续搬着 瞪二狗的手 可一旁的苏巡 却看不下去 打算和他去理论 不过就在此时 抓住我脚的手 突然送开 然后又缩回去 继续保持原来的样子 不过就在 他缩回去的时候 窝在他的手心 看见了几个字 看着这几个字 我连忙起身 拉住苏巡 朝他使了个眼色 然后拉着他 往外面走去 拉着苏巡穿过人群 走到石桥 他有些不明白 我为啥要拦者 便气呼呼有种 恨铁不成 刚地对我说 姚娃子 没想到你这么怕 别人都指着 鼻子骂了 你还忍得住 我没有和他解释 而是走过石桥 向着对门山走去 苏巡见我不说话 还带着他 往对门山走 这让他不知道 我到底要干嘛 于是问 姚娃子 你要带我去哪里 不会是你受不了 去你爷爷坟头 和你爷爷哭诉吧 我被他这话说得脸一黑 想着这妮子 整天想的是什么 估计在不和他说 指不定还要说什么 于是我停了下来 转头看向他 然后一字一句地对他说 刚刚 我在邓二狗的手心里 写着三个字 苏巡听我这么一说 顿时来了兴致 赶忙问我 什么字 我又看了他一眼 许久才吐出三个字 鬼林子 坐观瞳 妖舞 第四十章 鬼菩萨 鬼林子在对门山里面 也就是当初 我点灯回来时 路过那条阴暗路的那一片 因为那林子里 常年不见天日 家之人走进去 就觉得阴凉阴凉 久而久之村里人 也将哪里称为鬼林子 刘先生曾跟我说过 鬼林子里面的阴冷之气 是因为里面有些树木成精 而且常年不见天日导致 苏巡听我到鬼林子时 两只亮晶晶的大眼睛里面 充满星星 一脸激动地看着我 那样子恨不得马上就去哪里 可我却没有马上进去 而是思考着 邓二狗为什么 将那两个字写在手心 为什么又在我去的时候 间接地伸给我看 难不成他们的问题 都是去过鬼林子导致的 想起这里 我确实发现点什么 因为那些跪在哪里的村民 那天似乎全都进去过 难不成真是这样 肯定了自己的想法后 我也不再犹豫 带着苏巡 往鬼林子的方向走去 其实在我心里是不打算去的 毕竟如果鬼林子里有什么 我也没有办法 而且现在还带着个苏巡 于是我对他说 苏妮子 要不你先回去吧 那个林子里有什么 我也不知道 所以 我保证不了你的安全 后面这话我没有说出来 而是看着他 没事 你怕什么 进去后有我照着你 认他什么妖魔鬼怪 咱们来一个打一个 来两个打一双 苏巡毫不在意 大大咧咧地说着 而且越说越激动 以至于两手捏成拳头 在空中一阵挥舞 看他这样模样 我也只有苦笑 不再劝他 想要进入鬼林子 必须从经过那条阴暗的小路 然后再快出去的地方 有个路口 只要在哪个路口的地方 左转就能进去 在我和苏巡说话的时候 我们已经来到那条阴暗的小路 刚走进来 我直觉全身一凉 因为这里面的温度 起码比外面低个十度左右 这种强烈的温差 让我有点不适合 弄得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哆嗦 一旁的苏巡也和我差不多 他看着这阴暗的小路 嘴中嘟囔着说 要是剩下的时候 来这里乘凉 那该有多好 扑 听他这样说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原本我以为他打了个冷战 以为他是害怕 听他说的时候 会说些回去之类的 但没想到 他此时脑中想的 居然是这个 哎 真不知他这脑袋里 装的到底是什么 小路里很是阴暗 两旁一人抱的大树 遮天蔽日 只有丁点日光穿过树叶的间隙 落在满是枯叶的小路上 我和苏巡走在路上 脚踏地上的枯枝斧叶 发出一种让人牙痒的声音 而且脚踩在上面 脚底传来的触感让我发出 因为我不知道下一刻 里面会钻出什么 在这暗无天日的林子里 最合适一些冷血动物居住 比如蛇 蝎子 蜈蚣 鬼怪之类的我 倒是没有放在心上 一路向着小路走着 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 总觉得一旁的树林里 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而且那种感觉 越往里面走 就越是强烈 这种心慌的感觉 让我有些害怕起来 于是对一旁的苏巡说 苏妮子 你有没有感觉 有双眼睛在看着我们 我这话 我这话因为害怕 所以说的有些胡伦不清 苏巡听后扑斥一笑 一双大眼睛在阴暗下闪着亮光 他一把拍着我的肩膀说 摇娃子 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胆胆小 这里哪有什么眼睛在看着我们 这一切都只是你的错觉 呜呜了一声 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确实没有 才继续往这里面员着 当走到那个分叉路口时 头顶的树叶才疏息些 我抬头望去 太阳依旧高高挂在天上 如一轮火球轰烤着人间 被日光照着的我 才感觉这是白天 而且还正是正五十分 呼 我长出口气 看着分叉口 看着里面的黑乎乎的鬼林子 再看了一旁的兴奋的苏巡一眼 跨步走了进去 林子里比外面的小路更黑 在我这里看去只能看见 那些模糊的树影 这种黑让人心里很是不安 我转头想象看着苏巡 但在这黑里 我看不清他的脸 只能看着他那双 似乎在黑夜中 有着钉点星光的眼睛 里面地上的枯树叶 更加的厚 踩上去就会陷入一层 四周还不时能听见 在树叶下 有稀稀索索的声响 那声音在这阴森幽暗的环境下 犹如万千小鬼 正朝着我们走来 我不知道邓二狗 告诉我们鬼林子的意思是什么 也不知道他说的那地方 是在鬼林子的哪里 所以我只能像无头苍蝇似的 不断地在林子里晃悠 这一晃悠就是一两个钟头 我和苏巡 几乎将整个鬼林子都找了一遍 也没发现什么 正当我还想继续找着的时候 跟在我身后的苏巡 一把拉住我 然后我看见他那双亮晶晶的大眼中 充满怒火 摇娃子 你不会是闲得慌 带我来这里绕圈子吧 你看姑奶奶的腿都快走断了 听着他包含怒火的声音 我心里不由一惊 听他这语气 似乎有种想将我打一顿的冲动 于是我连忙陪小说 快了 快了 我们肯定会找到登二狗给我的提示 苏妮子娇哼了一声说 最好是这样 否则我不介意再揍你一顿 听着我连忙点头 心里也不住吸溢着 快出来快出来 说想着我就要继续走时 身后突然出来一声微弱的叫声 那声音忽远忽近 有时犹如在耳边 有时又像是很远 而且那声音是叫着我得名字 摇娃子 那声音刚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以为是自己被苏妮子这么一下出现的幻听 不过当那声音再次传出来时 我整个人都毫毛倒数 一股凉气从心底油然而生 我是真真切切的听到那声音了 而且叫我的人似乎是一个老头 因为他的声音苍老而无力 苏妮子你听见了 听见有人在叫我吗 听着那声音我心里直发虚 因为上次听见的时候 刘先生在我一旁 他还对我说了一句话 别回头 回头就是死 他说这话的语气很是严肃 以至于现在 我听到这种从背后传来的声音 有了一种恐惧 我连忙转头 看着一旁的苏巡问他 他没有回答 只是沉默着 不过当这沉默一会 那声音再次传来时 苏巡竟然有些兴奋地说 听到了 听到了 想不到这里面真的有鬼 鬼听到这个字 我整个人身不由己地打了个寒颤 走着的身体也顿时一致 脑中不由浮现小时候 爷爷曾给我讲过的一件事 一件关于鬼林子里的事 那时候鬼林子还不叫鬼林子 里面的树也没有这么大 平时走进去除了凉爽点 还不想现在这样暗无天日 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 那时候刚好是田积满地 一扎一个准的季节 只要到那个季节 村里的人都会晚上提着煤油灯 那这扎田积的渣子去弄些改善伙食 那天村里的二狗也和往常一样 提着一盏煤油灯去扎田积 可是他扎着扎着 不知怎么就扎进着这山里 刚进山里 他还没觉得有什么 只是觉得这里的田积比水填边的多 一会的功夫就已扎了不少 正当他觉得今晚的受过很丰盛 打算回家的时候 突然听见有人在后面叫他 刚开始他以为这是自己的错觉 不过当那声音越来越急促 叫的频率越来越高时 他就感觉有些不对 狗子从小在山里长大 关于那些鬼怪之事 自然也听过许多 现在在这阴森的林子里 突然听见有人在后面叫他 这就让他感觉很不对劲 所以想加快脚步回到家里 可是当他没走几步 就听见那叫他的声音似乎变了 变成他母亲的声音 二狗是村里有名的孝子 突然听见他母亲在叫 心了一个急 也不管了那么多 直接回头一看 却没有这一看 却出事了 当村里人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疯了 后来请了先生来看 说是他的魂已经被吓得没了 所以活不过几天 狗子他娘苦苦恳求先生救救他 可先生只是摇摇头说 勾他魂的东西太厉害了 我没有办法 说完先生就走了 独留他母亲一人在家哭泣 三天后狗子死在自己家里 而且再死得很凄惨 是被自己勒死的 不过在他死时还咧着嘴笑 吓得去帮他收拾的人一跳 所以村里舅舅传二狗 是因为擅自创了山老头的地方 被山老爷带走了 之后村里就将这里 命名为鬼林子 当爷爷在将到这里时 故事已经完了 但我还有些不明白 于是问爷爷 那狗子到底看见什么 爷爷抽着汗烟 喝了口米酒 眼睛看着对门山的方向说 鬼菩萨 结术 Mitchell 董 语